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 作者风尘散人 演播紫金 后期制作哲戟 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 这一夜相当难挨 虽然我们几个是躲在学场外面 但是这学场布局庞大 仍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几个 阴气侵扰之下肯定睡不好觉的 迷迷糊糊地老是做梦不说 还被学场里尖锐的鬼叫声吵醒好几次 整得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 领着俩大黑眼圈 受不出的疲惫 不过我体内杀气 它这地方是格外的活跃的 仅仅是挨着边睡一夜 似乎就比以前精准了不少 难怪花木兰说 在这地方苦修十年能独步天下 四项兄弟于国于民不好 但是对于我来说 简直是最佳的救恋场所 让我愈发地感觉 我们格家的杀气邪性了 在这地方就算好人待上一年都得疯掉 变成一个见人就杀的野兽 可是我却说如鱼得水 前后一对比 这格家的杀气细思起来 不免使人心慌 我们一星五人是在尘世出发的 等再次登上学场 已经是上午八九点钟了 因为天地间杨气正节节攀升 所以学场里暂时还是安全的 没有吃妹王良出没 只不过这地方终究是过分的阴雨 在进入之前 我清晰记得 四项兄弟外面可艳阳高照 等到登临山顶之后 却不见有分毫的阳光照射下来 天空中是灰蒙蒙的 基地里时不时会刮起一层阴风 让人浑身上下鸡皮疙瘩直窜 我松了错 因为冒起的鸡皮疙瘩 有些难受的皮肤 话不多说 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锤子 就开始干活了 极川真左的地宫 是修建在学场山腹之中的 这已经是顾尹涵确定的一条消息 只可惜 它是盗门中人不会打刀洞 也没有合适的工具 所以一直没进去 不过有它采集的消息 我倒省力气了 都不用拿洛阳铲去试试地下的虚实 锤子往校长水平地上一敲 啪的一声 就直接把上面的一层硬化皮给敲碎了 拿手接吊 顿时露出下面封尘好几十年的土壤 有关于当初击川真左 建造地下基地的资料 顾尹涵都没有找到 所以那个日本将军 到底把基地建在地下多少米的位置 我们也不确定 可能是几米 也可能是十几米 这都是说不好的事情 不过我估计 王八高子恐怕不会建 离地表太近 他好歹是一个阴阳师 能设下这四项兄弟的风水格局 应该知道 这种雪场的毒恶与霸道 要想避开飓风纳水之处 只能竭力地往地下钻 综合这一点来看 这道洞不宜开太大 万一这地下基地埋得深的话 道洞开太大对我们没好处 费时费力 下去的时候 身子骨 还每个野杖 才不稳掉下去 能把大伙人摔个稀巴烂 所以我这敲开直径半米左右的硬化皮 然后从书包里就拿出弓兵铲 开始铲起来 说实话 这打洞的事情 自从我接触这一行是没少干 但是没有一个洞像现在这般难打 当初修建军事基地的时候 我能在上面抹上杨辉硬化 在此之前肯定夯实过地面的 就跟现在硬化地面的时候 用压禄机碾压一个工艺 只不过那时候 因为没有压禄机这玩意儿 所以夯实的时候是用木桩子的 夯实效果不如压禄机 但是地面肯定是被捶得相当磁石 几十年风风雨雨 虽然硬化地面多有破损吧 雨水从上面渗透下去 削弱一部分杭石效果 但挖起来也绝对不轻松 我往下挖了不到半米 手上就全是水泡 已经累得浑身都是汗了 挖不动就干脆 把工兵产丢给张伯文 让他进去 就这样 我们几个人轮番上阵 挖了宗族大半天 才挖下去几米多 压根不见底 这时候只能拿绳子绑着人 把人吊下去挖了 行进相当艰难 一直到五十都不见底 我们干脆就放弃了 围装一下挖出了洞口 然后匆匆离开 得挖下去等位置一到 那赤妹王俩冲来 我们得倒霉呀 在思想兄弟外面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几个一大早就起来 又一次进山开工 可是这挖下去深度是够了 今天的土壤明显是比昨天挖的轻松很多 继张伯文顾影韩两人之后 我被吊下去挖了不到半米深 就感觉工兵产啪的一下 产在什么东西上 当时我的眼睛就亮了 不用说呀 肯定是挖到地下基地的封顶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我们往下挖了将近十米深度 也就是说 这个地下基地是在地下十米左右修建的 这可是一项大工程了 看来当初为建这个基地 没少死中国老公 我腰间绑着绳子 双脚踩着道洞两侧 有些湿滑的泥土打开手电筒往下罩着 然后伸手扒了一下潮湿年华的土壤 顿时摸到了地下基地封顶用的砖头 只不过这砖头在地下已经埋了许多年了 所以腐蚀的相当厉害 我刚才一工拼铲 已经将一块砖头铲成两半 拿手抠着砖头缝隙 一下子就掀开了几块封顶砖 封顶砖下面竟然是一层塑料纸 是最初的那种分泉塑料 特难降解 所以就算是地底下埋了好几十年 都不见有丝毫的破损 这他娘的可有趣啊 我心中嘀咕了一句 这封顶砖下面拿塑料纸封着 可真是奇了怪了 为了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就伸手戳破了塑料纸 塑料纸的下面 封着一层很厚的粉末 我拿手指站了站 拿出来拿手电照着看了看 发现这粉末应该是有硫磺的 最起码我闻到硫磺的味道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银色的粉末 和一些亮晶晶的 类似于云母一样的颗粒 大小和盐力差不多 说实话 这玩意儿我也认不出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希勒西正准备凑近再研究 却发现 粘到手指的粉末 本来是银色的 竟然以肉眼可见速度 变成灰蓝色了 我心中当时就咯噔了一下 好歹咱是考上大学的大学生啊 化学是肯定学过的 遇到氧气就氧化 变成淡蓝色的金属粉末 只有一种 那就是色 这玩意儿可以说是全世界燃点最低的物质了 空气中生成一层这灰蓝色氧化色 不到一分钟就可以燃烧起来 燃点只有28.4摄氏度 就并眼下着气温 就足够这玩意儿燃烧的 我下意识拿手电筒往下照了照 只见那塑料纸被我捅破之后 它们封着的粉末就迅速变成蓝色 这一瞬间 我心中顿时好几万头草泥马在狂奔啊 恨不得抽自己俩大耳瓜子 谁让你他妈手剑呢 我终于明白 那塑料只是用来干嘛的 根本就是用来密封这金属色的粉末啊 眼下这玩意儿被我捅破了 就算捅出篓子来了 这根本就是几川珍奇那老王八蛋设的陷阱 模仿中国古代墓葬机构的夹层机关去防盗的法子 再结合一些现代化学搞出来的超级防盗措施 真是个中国通啊 难怪人们都说 日本是个擅长模仿的民族 这一点在几川珍奇身上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墓葬里夹层结构 我以前说过了 结果几川珍奇就模仿这个结构 换了点填充物就让我栽了个大跟头 这之后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赶紧把手指头那玩意儿赶紧抹在墙上 然后抬头对上面人开始吼道 快拉老子上去 快拉我上去快 我刚一说完 就感觉困在腰上绳子一紧 张不闻他们显然在上面开始接应我 一下子将我提得离道洞底部一米多 这时候色的混合物终于氧化得差不多了 轰的一下子窜起无比艳丽的玫瑰瓷火焰 摧散到极致 但是对于我来说 那妖艳璀璀的火焰却是催命因福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又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